刘耀仁議員 但是我這是替一個媽媽來拜託你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她正在陣縫開刀 那得了你的市長獎 希望如果你有空之餘 繞到中校醫院 可不可以親自把這個獎頒給她 因為他們全家都是你的柯文哲柯母 雖然他們不一定有投票給我 但是我能做的我就只有這樣 第二件事情我先看一個畫面 市長 好我早看到這個報道 不要相信 蛤 不要相信 你在看手機要回答我 叫我不要相信手機 我先把它轉給那個鄉村主 那個沒那麼厲害不可能 你現在是叫我不要相信你看手機 還是叫你不要相信看那個東西 沒有那個民調不要相信 假的 連我都不相信 一切都是業障 假的 對我覺得不可能 不管是真的假 美麗寶座出來的 我在這邊先恭喜柯文哲 對 那 以目前來講 不管是什麼樣的民調 你柯文哲都是名列前二 可是你從小到大考試永遠都是第一名 當第二名的時候你都會很納悶 為什麼會是第二名 所以這份民調讓我有一個想法 說真的 市長 雖然 那 那假設要選總統有些議題你是不能避免的 但在這個沒有不能避免的前提之下 你放翻翻了翻了 翻了 唉 來 來 市長 沒有聲音喔 唉唷 有聲音 市長 我用心兩股 這個不是我做 不是我應該做的 可是我去幫你拿的申請書 哇 15屆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 登記申請書 這個是放大榜 看到這個民調 我覺得你可能會去報名 齁 那這個報名上面有總統申請的 副總統還沒有找到 你要找我我也沒有意見 齁 如果我這輩子有東西選到副總統 那你叫我分擔這個選舉金 我可能也會分擔 雖然機會是零 但 要不要簽一下 讓我們台北市民知道你的意向 不用啦 這個 我還第一次看到這個 來唸一下 第15任 沒有啦 那個佛漢廷說 跟市政無關的 你就不要回答 誰說市政無關 佛漢廷他在講什麼 這個東西第15任 你如果要參選 跟市政就有關係 跟我後面問的問題就有關係 好 那我們決定了再跟議員報告 要不要簽一下 那還不用 不然留個念 留在旁邊就好 這個我們有決定 會跟議員報告 會跟台北市議會報告 會 那你不簽嗎 不用 現在不用了 現在給你一次機會 不用啦 現在不用 我代替我的選民 將近兩萬票 我問你要不要選 現在不用 現在不用 市長 如果說今天你不簽沒有關係啦 我有幫檢商幫你登錄下來了 那清安來幫我轉答給市長吧 你沒有轉答你就拿到你又沒有要選 市長要不要選 市長要跟我說一下謝謝 我還幫你登錄下來 好謝謝帶回去研究 市長 市長 選不選總統 還有一個問題你必須要面對的 尤其如果真的你確定要選的時候 我在這邊問你一個問題 一國兩制的問題你不能回避啊 因為今天早上你有好像是對新聞說 蔡英文不要講話就好 不是啦我覺得那個就是又是那種 說罵他假新聞又他說我們直接 他就把兩個東西都湊在一起 奇怪 如果你認為他斷章取義 我在這邊讓你說明 第一點是這樣 如果1月2號習近平那樣講話 蔡英文就被迫一定要這樣回應 然後就開始惡性循環 我說其實最高端是應該說 就不要讓他會講那種話 所以這個應該自己怎麼做 那是還要回答 所以假設 我可以把兩個這樣湊在一起 我說還可以 在兩岸關係上有時候很多問題就是 不回答是最好的回答 結果他不能說 柯文哲說1月2號習近平這樣講的時候 蔡英文應該不回答 拜託這兩件事情 所以是媒體斷章取義 都很習慣 他每次都這樣 那也要有人紅啊 你像我講話斷章取義 人家就沒有人要給我斷章取義 那就是因為你紅 你是當紅的炸子機 所以呢 這個總統候選人申請表 我已經拿給你了 你看到 你那天講到扶龍手 王世堅 對不對 他如果跟你媽 這個扶龍手媽都會穿 韓國瑜有罵一下變高雄市長 對不對 你現在把你媽 你是希望王世堅罵你還是不要罵你 還是不要罵我 還是不要罵你 那你看看這個 我幫你拍了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那個好像替那個隨寇奶奶的那個劇團的那個 那是黃袍加深啊 市長不管你選或不選 那如果要選的前提 我希望你對市政要有所交代 跟議會請假要早一點講 不要讓我們在那邊審預算審到最後面 假設你選舉最後面的結果 如你自己期盼的當選 你自己希望你自己會動選 動選之後你市政等到怎麼辦 這樣也是不公平 不會不會 我還是市政還是繼續在手 我還是每天七點半準時上公 沒有問題 最後一個政治問題 你會選嗎 我也不曉得 還在研究 還在研究 不願意回答 可是柯媽媽好像都說你要選 有嗎 真的啊 我感覺是這樣子 我媽媽很聰明的貴長 真的是母子連心 來齊長回歸市政 來我們看一下片子 這地方漂亮嗎 這廣的怎麼 什麼地方不太對勁 台北的地方 這石頭為什麼要這樣 沒關係 我不是要 這個警票不漂亮 還可以 好下一頁 有一些老人家都在那邊聊天 每天都有在樹蔭巷 這台北市喔 再下一張 看到了 這應該知道答案在哪裡了吧 這在花博 他這個地方叫做草叢迷宮 來下一頁 看到了 有很多人在那邊 玩啊 嬉嬉戲啦 來下一頁 這個 來 再看 看一下影片 很漂亮喔 很漂亮喔 這是我昨天去拍的 非假日的時候去拍的 真的不錯 還有人在拍婚紗 新娘子穿著穿著新娘的衣服 然後在拍婚紗很棒 那感覺視野都很棒 好 好 停 地上藍色的是什麼 石頭啊 藍色的是石頭 不是啦來我們看放幾張照片 我們上次非假日 我們假日前去拍 假日後去拍的 看一下 好 下一張 看得出雛形了沒有 下一張 這個英文你看得懂吧 你是醫師專業 什麼東西一百ミリ是什麼樣 好來下一張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好拍一下我們昨天看到小朋友進去裡面 這是昨天我去拍的 小朋友在那邊校外教學 代表這個地方真的很適合小朋友老人家去 好 回到剛才那些照片 一張 這張叫做保險套 下一張 保險套 這個上面還寫說什麼什麼的交套 好 再下一張 這個什麼 這個我我英文比較差啦 我剛剛查過好像是威爾剛 市長 花博基金會現在的花博會館 所有的場館 能租的租出去 不能租的放在那邊 那像這些東西比較漂亮的 就留著台北市民觀光 但是只要假日過後 我這些照片是假日過後的第一天去拍的 昨天不是假日過後 昨天去拍是有老人家有小孩在現場 還有保險套 使用過的 我必須要講 如果這麼一個好的地方 風景這麼好的地方 結果疏於管理 到處都是保險套 小朋友去到那邊問老師說老師這是什麼 難道對幼稚園的小朋友機會教育說這叫保險套 這個叫威爾剛 有沒有離譜啊 奇怪 那個地方沒有人嗎 我不知道啊 沒有監視器啊 所以你只要旁邊 我之前講說 花博會館旁邊 之前夜店的 夜店的那個 我有質詢過 你看 有去管理的 對不對 那夜店晚上酒店你們都走去這裡 我尊重同性 但是保險套這樣用 地方錯誤 功德心不夠 不好意思說這個我們會後再來 聚以來來考慮來 你是請問您是 公園處長 不好意思說我是公園處處長 這你管的嗎 這是在花博先生公園嗎 不是啊 那個會展基金會管的 我現在要跟你講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情況下 你們真的應該要好好的檢討 這個地點是哪裡 是花博的北邊那個地方 已經交給公園處 已經交給公園處了 如果說你們現在讓這種的行為 到處都有這樣子的話 是反而對那些我們最近專法通過的那些人 更不尊重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 如果說今天我們公開的會館是公園路燈管理處 沒有任何的監視器 晚上全部都是四角獸 好嗎 當時候花了一百多億的地方 市長 我真的不知道我無言 市長你是不是應該認為這個地方要加設監視器 或者做怎麼樣的一個做法 那如果是公園處的話 我們應該交人去現場看一看 那個地方要怎麼管理 是應該要管理了吧 好 我們會來加強管理 會加強管理 是 那如果有去再看到 那我們就看怎麼管理 看怎麼管理 這個 這個地方人會 會那麼少 不過我想 我看看 你假日過後去更離譜 我們去看看怎麼管理 這個就是有人管就變得好 我希望台北市 的一個美譽 不要斷送在柯文哲手上 那如果說產發局已經交給公園處 那公登處你就要去做 好 齁 不要只說好 齁 我還是會再追 是我們把後續的措施再跟一座報告 好 兩位請回 市長 來看一下影片 這去年的橋下風光 我已經壞了 鐵皮後面是什麼 當時候去年質詢的時候 我就說 橋下風光這些東西要怎麼處理 這是警備車在裡面 對不對 空曠的閒置地方 這是哪個地方 這是基隆路橋下 好 去年我在質詢的時候 有明確的提出建議 市府也答應我要盤整整個 整個橋下面 所有台北市路橋下面的一個空間 然後呢 要一一的去做說明 該提出申請的提出申請 該去申請補照的申請補照 剛受的處長叫林志峰 應該齁 那現在是局長吧 你給我一個月的全面清查 結果到現在 雖然提供了 可是有查跟沒查一樣 來下一頁 高架橋的分配空間 及使用搭建 送新公處列館 送新公處列館 市長 我手上有一份 很多幾乎都完完全全 沒有所謂的申請許可 或者是代理清 你如何對市民交代 自然死角 不好意思說這個我們 去年您諮詢完以後 我們已經全部清查過 可是你給我的一欄表 全部是代理清啊 因為這個是現場的照片 那我們現在有的已經請那個借用的單位 希望他們依照規定來辦理 辦理啊結果咧 沒有辦了 還是要再請建管署出來看有沒有辦 不是因為這個市 還是要請橋下的借用單位 依照法令的規定 那去年就跟你講到現在還沒有做啊 我們有通知這個 通知他們沒有做啊 通知完就不關你的事了 我們再通知他們 市長 市長 這個執行力太差了 我們再類管 我自己類管 來我們再看下面影片 市長 這個地方橋很漂亮看一下 橋下 全部是兩層的停車場 對不對 對 早上我特別去建國南北路走一條 我當做運動走一條 全部都是加乘 来我们看一下停管处的分布图 看到红点了没有 12345 建国南北路四个点 新生南北高架桥下是一个点 市长 像这些地方全部都停车 总共停车格有1900多格 民众的需求 可是呢 你给我的资料上面 全部是违规使用 没有请照 没有合法的请照 合法的程序下去做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建国南北高架桥 下面使用同意计划书使用计划书逮捕 外墙或周围是否有使用铁皮 没有 那建筑及消防相关机关申办公公众使用 没有 许可证没有 可能吗 我不知道 跟你的资料 市长 我现在跟你讲的 这些夹诚民众需求不可以拆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停车位 而且呢 你每年的税路 越租一个月收5000 对不对 还是时间暂停一下 我找个资料 书长 桥下的停车位一千多百九百多格 越租一个月收多少 在看情况基本上就像陈如您说的大概5000块 那如果当地里或是周遭300公尺还有折扣 对 这是台北市的一个停车管理收费办法 是 那每年的税路有多少 因为这样这一边的停车场我们已经委外 我们是收权利金 委外权利金 那每年的权利金有多少 基本上我记不得很抱歉 记不得 市长 来再看一下那个影片 来走 整个建国南北高架桥全部都是贾城的停车位 真的有需求 我给你拍拍手 台北市真的找到停车位 很棒 又如同我刚才讲的新公处 林局长在去年当处长的时候也答应我桥下要全部重新 整理整顿 过了一年了 还是没有进展 市长刚才跟我说 你要亲自列管 那代表说 台北市政府其实很多地方都违法 是 承认吧 那桥下这些铁架要不要拆 这我不曉得没有违法 我跟你说台北市政府很多违法 这我知道 来我们刚才再放一下我们去敲那个铁架的 看一下 市长 看一下 听一下声音哦 请你们不要讲话好不好 这是铁架的嘛 对吧 换铁架吧 某部分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支撑未来如果桥 过久 如果坍塌了 或者伸缩缝裂开了 桥突然断掉 这不是不可能哦 因为我们的建国南北高架桥跟新生南北高架桥 现在是因为之前检查过伸收缝 用所谓的特定工法把它稳定哦 如果哪一天三级地震在台北市掉下来 这些铁架其实是某部分是安全的 市长你否认吗 桥梁都已经安检过了 桥梁安检过不代表它不会有意外吧 对 我们现在的那个耐震能力有造最新的规范 哦 那所以你们有请技师专业的鉴定过了 是 没有问题了 那现在结果南路也在做这个 耐震能力的提升当中 目前工程也在进行 所以都没有问题 进行当中 预计应该是今年可以完成 那假设检测出来是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已经依照最新的耐震规定来做补墙 做补墙 可以补墙 主要是要让行车安全 就是桥梁的安全 好 市长 那这个 这个你认为要不要拆 这个这个看 后面的局处请回去 不用提供意见 我不会为难柯市长 这个这个这个看是不是合法建筑 我现在告诉你没有申请啊 没有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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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北市政府没有申请 没有申请 没有申请 哪里啊 可能吗 我这资料不够 你给我不够 我不想问一下 大陆用地上有很多工资 好不好 我也是 你申请 他原来还是大陆用地啊 你申请 所以说他 在规定上是可以当地 你申请 大陆用地 你所有的建筑物 所有的隔间 所有的 东西都应该要申请啊 不然使用管理科在干嘛 不用申请吗 都不用申请了 应该要吧 道路 我只要在大陆上面 我随便架个铁架就可以吗 好像不可以吧 好便 应该要吧 那个 桥下的空间的利用 当然是这个 市政府可以做的 因为大陆用地 这因为高度也够 那刚刚问到的时候 那会不会影响车人结构 他有评估过是不会影响的 哦 不会 我想跟那个 跟那个大楼里面的 所以技术给你保证了嘛 专业的技师检定 帮你保证的 不会有问题了嘛 所以可以堪用 可使用嘛 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桥下 用这个停车需求 是因为民众有需求 我们找不到新的附地 盖新的停车厂 那就我们就地来使用 让他可以符合民众的需求嘛 我说这样对吗 对嘛 一减二五分哪减三分啊 对不对 好啦 那你回答好了 两位请回啦 不用紧张啦 我是要问柯文哲 你们两个又不是柯文哲 时间暂停 去柯文哲 救驾也就漂亮一点好不好 我今天那么客气 我又没骂了 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影片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影片 我们再看下一个影片 我再看下一个影片 好 集長 這個鐵架跟這個停車長跟你台北市政府橋下有什麼不同 不知道耶 看不出來 都是一樣都是一樣鋼筋鐵架支撐著 這一棟俗稱海沙屋 就是永順大的 來 我們看一下大四季 時間暫停 這個鐵架齁 大四季對不起我手上也沒有帶 但是我必須要跟口述的就是說 永順大樓在民國七十年把房子蓋好 在民國八十六年的時候他已經開始販賣了 然後呢在八十六年的時候四月份 有人跟台北市政府檢舉他是違章建築就是這個假程 停車位 當時候八十六年的四月 台北市政府就行文給當事人 也就所有全能建設公司 但這個建設公司 當時候就用所謂的我要補照為理由 來跟台北市政府申請補照 台北市政府在當年八十六年的十二月 才回文說你的補照 程序不符 所以不遵於補照 過程當中 業者也鑽著法律漏洞 說他沒有收到公文 沒有收到市政府的通知 所以整個事情就過了 這過程當中一直到每年每年這樣延伸 但八十六年的時候 這個停車位已經對外銷售一個停車位 是合法 對外都說合法停車位有權狀 有土地權狀 有建物權狀 然後指定車位是哪個位置 每個位置賣一百五十萬到一百八十萬 在民國八十萬一怕死人 然後呢一直延伸賣賣賣賣賣賣賣 過程當中有人去捲取建 台北市政府原則上在八十六年十二月以後 都沒有處理 一下認定他違 違章建築 一下問為他沒有違章建築是繼承違建 到一百零三年有位潘信先生來主張 那市政府就開始又在介入了 這些人 其實我憑良心講 現在上面有一百多個車位 整個一樓平面跟二樓 一百九十九個車位 裡面只有法定十七個車位 也就是一百八十二個 全部都是這樣違規使用 他們這些人不是啟造人 他們完完全全都是合法買賣 讓人家騙說他有權狀 有土地權狀有建物騰本 一直到市政府一直在強硬 這幾年一直在強硬的處理 到最後面在上上禮拜已經找人家去強拆了 你也只是副市長要處理 我現在要主張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些人現在都在上面 他們不是蓋的人 在之前副市長協調的時候 在上次副市長協調的時候 我有跟副市長講 潘信有出來 潘先生出來說 他們那種大樓的這個所謂的夾層 影響公安 因為整棟海沙屋 有疑似綠離子過高的海沙屋 有結構上的安全疑慮 結果副市長也才是了 好 那你們願不願意花錢去找人鑑定 花了七十幾萬 找了結構技師鑑定 而且是潘先生檢舉人指定的結構技師 鑑定出來了 沒有安全疑慮 安全沒有疑慮 然後呢鑑定出來說 這些鋼架也可能替我們大樓支撐的更穩定 因為他是民國七十年蓋好的綠離子過高 報告都有都給市政府 結果呢這些人還在合法買賣 建設公司什麼時候倒的你知道嗎 這家建設公司在民國九十幾年倒的 也就是民國八十六年的時候 如果台北市政府有去處理到完畢 拆完了他們過程當中不會買賣 也就是八十六年八十七年你處理好的時候 這些人可以跟建設公司求查 可是一直沒有處理到一百零三年到前幾天才處理 建設公司在九十幾年倒了 這些人都是真金百銀花了一百多萬甚至兩百萬 甚至於在你拆的前兩個禮拜還有人買賣 買的是什麼土地權狀建物權狀 他總會有土地權狀有啊 那個叫大的公共設施以前地下室是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防空避難室停車位再加上可以使用超級市場 當時台北銀行還在他們一樓海沙屋租分行耶 為什麼他們可以買賣 到現在買賣還是有土地權狀啊 還是有建物騰本啊都有啊 可是你拆掉了 我現在要講的幾個問題 你們已經把車道封起來拆掉了 不堪使用了 那我想問你們後面怎麼做 你們跟我說監察院沒有結案沒辦法處理 好監察院為什麼沒有結案 是因為我們台北市政府建管處的科長也好 法務也好 說沒有斷糧斷柱送到監察院會被退回 斷糧斷柱你聽到嗎 好 祭司已經告訴你他的安全無慮 而且可以加強整頭大樓的結構 可以讓他支撐的更好 可是呢你們要斷糧斷柱我沒有意見 你們說要等三大祭司公會檢定報告出來 市長請問一下 第一個問題你們什麼時候送到監察院結案 那我不曉得 你如果我可以回答嗎 可以 謝謝副總 當然這個案子比較特殊 那所有的訴訟經過最高行政法案判決 已經撥毀我們停止執行 那所有的訴訟程序已經終結 所以我們必須強制採除 那5月16號我們先 採除部分的車道 申哥 是 張明生不用再講廢話 好 什麼時候送監察院結案 剛剛議員有提到 我們要送監察院結案 那以前的標準是要斷糧斷柱 我們才有辦法結案 那這個案子因為比較特殊 它是海沙屋 所以目前我們正在委託公會就是 幫我們現場去看 要怎麼拆不影響整頓結構安全 市長要找祭司公會來鑑定 專家學者 現在假設找三家土木建築結構來寄定 三家祭司的觀點看法不一樣 給你三種報告 運氣好兩種報告 你告訴我斷不斷糧 我們目前只找一家 抱歉 我們是找一家公會來鑑定 你找三家不要找一家 找一家兩年前的報告 但副市長指示的時候 人家報告已經給你們了 你們現在不看 好 一座那家我們找三家一起鑑定 三家如果答案不一樣怎麼辦 三家結構公會會只有一本報告書 不會有三本 我們希望是這樣 那如果沒共識呢 會取得共識 其實我們的目標是要猜 張明先生 你不要再講了 連你出錢的人都可以叫 祭司公會說 他們三家絕對有報告 那我們不會質疑嗎 我覺得你講這句話有點適當 市長 你要斷糧斷住 有本事你斷乾淨 好 你不斷 他們真金白銀花了三億多買的東西 我有權壯 我有土地 但是你說我違規使用 OK 那憑什麼我花了三億 拿鋼金支柱放在那邊 讓他們整棟大樓更安全 這邊是寧掛附近四個里 因為沒有停車位 每個里平均有二三十個人來買車位 這是一個問題 我現在要講得很清楚 你要斷糧斷住 如果祭司報告出來說 可以斷糧斷住 好未來 倒去要算什麼 背不背 這件事情 據我對祭司的認定了解 他們絕不會斷然的說 一定可以怎麼樣 那假設你不斷糧斷住 你把我所有的東西放 欸我花百幾萬 我們總共有花三億多萬 你也聽到我來賠 不會壞人故事 你又不幫我拆乾淨 現在是誰拆誰要負責任 市長我說這樣對不對 他還是綠離子過高 他們能不能協調 市長說得好 你以前講過一句話 副市長也知道 樓上樓下管委會談好就好 我告訴你 潘先生是之前的委員會的主委 樓上的 他的什麼用意我不知道 他跟樓下搞得不輕不不開心 那不開心就檢舉樓下 檢舉人就只有一個潘先生 所以呢 樓上樓下現在主委都談好了 那怎麼辦 你們又不送監裁院做結案 你要等三大祭司公會結案報告出來 那報告如果拆 那我給你拍拍手 我也我跟陳永德也都沒事 如果不拆勒 你對民眾怎麼交代 不好意思我們的目標是拆 只是怎麼拆 也許就是不斷兩斷柱把那個板拆掉 目標是這樣 你把板拆掉 你還不是支架是我的 你憑什麼叫我 不是我蓋的 我們這些所有權利沒有人蓋 蓋的是建商 行政待度的是你們台北市政府 八十六年的建管處 我不知道全部在上面 我不知道 菜道不堪使用 然後當然監察案可以同意 不堪使用 不堪使用 你把車道封起來就已經不堪使用 同不一樣 好啦你們三位先請回啦 市長 我的這樣子陳述 我問你的問題 你要斷樑斷柱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要嘛就斷乾淨 可是你又不負責任 祭司也不負責任 我當時是指派鄧戶去鑽案負責任 我覺得這個 最好是他們可以喬 你說好啊 我給你報告一下啦 就是說協調 後續居民在買的這些部分 呆有的消費權益的糾紛 市長也特別指示 不因為拆除而受到危害 那副市長你所講的我知道 你的意思是說 你去申請國賠嘛 不不不 就是說我們那天講的就是說 市民的主張都可以列出來 我們公開來探討 市政府講不贏的一定做到 現在所有的探討很簡單 你看看 綠離子過高 這是公會的鑑定報告 這一份 副市長你也看過 市長 所以剛才講的我簡單報告幾個方向 跟那個議員參考 就上次我跟議員報告 協調如果能夠合法化 我們一定來做 現在是困難的 第二個 依法行政能夠做 我們都做 能夠不拆我們 但是現在可能也是困難的 第三如果說剛才講的三家 如果一本報告做不定 我們會再來跟大家來商量 第四個如果真的猜 他一定會猜徹底 那天我跟大家報告過 那最後還是強調剛才講的 依法求償絕對會協助 好不好這樣的話就非常清楚 你講的都 副市長我抱歉啦 我跟你沒有那麼深的教訓 我們兩個不是很熟的前提之下 我只能跟你說 你的官話講得很好 我會實際現場 市長我現在的講法很清楚 綠離子過高是你們要求的鑑定報告 我們也做了 你們現在不看要重新鑑定 我支持 副市長所講的要拆全部拆乾淨 我也支持 但是照科長剛才講 我把你車版面拆掉 我鋼筋架要留著 這是不公平的 再者 內科 的案子 你們讓他用貸金限期改善 貸墮的貸 不是等貸的貸 也不是交貸的貸 對不對 那這個案子 事實上 你橋下可以加裝 一千九百多個停車圍供市民使用 他們這邊 合法車位只有十七個 但是總共使用的人有一百九十九個 全部都是真金白銀的 市長 我只說一件事情 公平正義 對他們來講不公平 情理法還是法理情 我都尊重 但是他們真的是無辜 你如果說最後後面他們要去申請國賠 我也沒有意見 我只希望把事情趕快確定 那也謝謝副市長 十一號跟我跟陳友德跟住戶願意再協調 但是市長 我在這邊只是承諾 可不可以來沿用所謂的 限期改善 該罰你就罰 貸墮的貸 貸慢的貸 貸金來處理 這樣好啦 我跟你講喔 其實這個案子我都知道 因為已經很多年了 第一個是 他們上下不要再吵架地點 第二點我們要怎麼 要跟監察院有一個溝通 就是說齁 我後來發現是這樣 叫公務員做事有個條件 你不可以害他坐牢 所以我們要把監察院 我們去跟他溝通 看這個案子 在監察院那邊怎麼處理掉 我想這樣啦 還是鄧副市長當召集人齁 這兩個方面嘛 你要確保說他們講農了 那麼看監察院怎麼處理掉 這個還是 有一個 對啦 完全就是齁 你現在要聽 要拆很困難 拆得更麻煩 市長 我只是在這邊 希望他們今天說要來 我本來是不希望他們來 那網路也看得到我們的質詢 這個事情要做個人頂 要嘛 你一刀砍了他們 都不要再說了 那你也 如果要嘛 就是說你監察院 直接現在送去讓他結案 等監察院認為說 這個結案這樣不行 退回來再說吧 監察院總要結案 我也知道 要讓他結案 要公平的讓他結案 合理的讓他結案 可是你一定要等到三大祭司鑑定 一定要怎麼樣的情況下 你會不會跌床架屋 你現在先送監察院報告 這樣可以結 好我們後續來談 我們的副秘書長以前也是調查官啊 他的程序他比誰都清楚啊 我不清楚監察院的做法 但我知道你們可以做的 現在送到監察院去 讓他做結案 除非他有意見 退回來 我們再來討論 可不可以 不要再等三大祭司公會來了 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們先去跟監察院聯絡 看這個 在那邊怎麼處理嘛 至少我們不要讓公務員有違法的違法 不會不會 我不會讓他們違法 好那就這樣 我叫鄧夫妻去監察院先去溝通 副秘書長這樣說你聽到嗎 你會不會再給我不同的意見啊 市長 沒辦法 沒關係啦 我叫鄧夫直接處理 我們來承擔政治問題 這樣好了 上次在黨團也說鄧夫處理 他也有聽到 你要我支持那個兩億多 我還跟他講 我本來要停他 我想鄧夫先去拜訪監察院 看這個要怎麼處理 先讓他結案吧 對 對 只要看怎麼結 可以啦齁 柯長 市長下令了 副市長也在現場啦 還有沒有不一樣的意見 因為每次他們講一講 你後面都不一樣的意見 跟我等一下話 有問題 我們還是拿到市長是會 我們長官來幫你承擔政治責任 好 監察院趕快送去結案 不行回來再說 好不好 柯長 好謝謝 怎麼說我再請鄧夫跟監察院先點頭 好就這樣 好 請進行苦啦 一戰一整天 不會不會 要不要坐著休息一下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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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繼續啦 昨天看到市長很生氣 今天我們現在平心靜氣 討論一些事情 我邀請一些官員練習 包括我們捷運公司李文宗董事長 大區站投廢處的陳四號副執行長 那我們請法務局原局長 體育局理局長 張哲陽秘書長 環保局劉區長 還有消防局务局長 環保局劉區長 好 市長 先答應我沒人收起 我只想理清一些事情 這些在你身邊的官員 都是在2018年11月29號 參與一個會議的成員 我要想理清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是否在日常的會議當中 錄音這個事情是不是標準的SOP 有沒有一定要錄音 沒有啊 你們的會議就是怎麼做的 這個不是標準的作為程序 有沒有可能錄音 我知道的 第一個像市政會議 或者是說都審他要錄音他要先講 他會先講 所以錄音的程序是 事先如果有先預告 他就可以先錄音 是這個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市長 我想很多議員都質疑說 當時李肅德在幫馬英九前市長 在喬蛋的時候 那個錄音帶是怎麼出來的 我也很好奇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那一段 好 一小段就好 我們從前面 我們從前面 大巨蛋公開議員 我在處理吧 這個交給連政委員會去處理 好 市長 當時你現在態度我覺得是對的 反正你那時候你成立一個連政委員會 不管連政委員會當時的議員 評價不一 有人覺得要廢 覺得要繼續留下來 那不管 至少當時 我們覺得你在處理大巨蛋 這個弊案的時候 我覺得你非常果決 但是這個錄音的內容 也被我們連政委員會拿來當作 調查的資料之一 那我比較好奇是說 當時你為什麼沒有質疑 這個錄音帶怎麼流出來的 為什麼那時候沒有質疑 那時候你也應該要大聲講說 雖然不是你的任內 不是你的市府 為什麼有可能會被竊聽 還是這個是行之有年 其實市府裡面 錄音本來就是一個程序 為什麼錄音會露出去市長 其實這個應該 我的意思講說標準要一致啊 沒有這個我倒是講 我也不曉得我們 我們市府裡面什麼樣的會議會錄音 這個應該我們要建立制度 所以我認為 我覺得在這個2018年11月29號的 這次會議裡面 搞不好錄音就是變成一個必然程序 是不是 我請這個當時的會議主席 是我們李董事長嗎 你知道到底有沒有錄音 不知道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一遍 我不是主席 你不是主席 OK 但是你的聲音比較多一點 當時的會議主席是誰 不是 就是我們平常的 在要一直交換意見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正式的會議 不是 所以他也不會有會議紀錄 不會 其實也不是 為什麼可以聚集那麼多的官員 進行一個非正式的會議 不是 那天因為沒有什麼結論 你就看你們的錄音帶還有 有沒有結論這回事 我跟你講正式會議很多沒有結論的 是 那你一個市府的顧問 你可以請所有的局處所長 不是 來到這個地方來召開這個會議嗎 在政風處說得很明白 是籌備處有些問題問我們 我們召開 其實早上問的時候 其實這個不是我 所以是籌備處邀請各位 來到這個地方 他是合約的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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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在政風處說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講說 到底這個錄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認為那個錄音也不是什麼切聽啊 如同剛才李素德的這個內容裡面 看得出來 林市長你稍等一下 我先講完 這個部分 看得出來 有可能就是市府裡面 就是有內閨啊 市長 你自己的管理有出現什麼問題啊 內部有問題的 你還責怪議員 所以是切聽 當時李素德的這個錄音 不是如出一策嗎 這個就是 長期以來這種官場 長官與部下之間 互不信任 這是很爛的官場問題 市長 你針對這個內部 要不要做調查 我倒覺得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 我的個性 應該回去 就要寫一個台北市政府 關於這種會議錄音的SOP 什麼樣的要錄 要不要錄 如果保存保存都應該有規範 而不是這種 所以市長 我跟你講齁 林彪榜的公開透明 在這個時刻都已經破功了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大家討論都很OK 但是如果聚集了那麼多的官員 在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竟然不讓這個東西 沒有會議紀錄 也沒有公開的任何的程序 你講的公開透明是哪邊來 不過老實講 我自己召開的會議 也不是每一個都有會議紀錄 報告 報告 我這種會議 像我交辦意見的人 我常常不定期 不定場合 常常有這個事 跟您報告一下 我要講是誰著急的嗎 通常應該是陳四浩 是誰著急的啊 我要求這個大局長重備處的陳四浩 有來嗎 時間暫停 怎樣 請教他請教 他請教 剛好驚的請教 你都不知道這幾天會主教嗎 那你們現在是推給一個沒有來的人喔 不會啦 不會啦 和尚逃不了 沒有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 你已經執行長 對 是 因為我們當時候啊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沒有達到共識 所以我們需要去達到共識 比如說當時候有三個數字嘛 就是我們的 我沒有問詩詩內容 對 我現在要問是說 這個程序過程當中 開這個會議有沒有必要 那這個會議要不要公開透明 那這個錄音帶 到底是不是錄音的是這個 標準的作為程序 如果沒有的話 到底怎麼露出去的 我要問這個問題啊 我想跟一座包吼所知道的 他就是大家去凝聚市府這些共識 他不是一個 我跟你講大家會共同討論一些意見 我都贊成啦 也不會有會議 也沒什麼不對的 也沒什麼不對的 平常你們就應該公務 如果你們上班時間聊 封他學會我才會生氣耶 那你們聊公務OK啊 那我意思講說 那現在這個錄音帶 市長 我跟你說 早上不是去竊聽啦 就是你們裡面的人 錄好之後放出去的啦 你內部管理有問題啊 你怎麼過他議員身上 市長我覺得不對喔 沒有啊這個齁 因為我過去也不太 其實要講 以前我們在裡面在開會 還開到一半遠兄在開幾個會 市長你要不要更正 你昨天的確聽說 沒有啊 這也是 這就長期來 我們整個市府內部 我也不曉得是不是以前 這種政治惡鬥的 我覺得長官跟部下之間 應該要有信任關係 這我都了解啦 市長 市長你昨天一番話好 造成了政治效應 怎麼說 韓國瑜最近講說 誰監聽他打壓他 正少了 全部都沒進去的 材料沒說 你也跟他一起起舞 所以才會說 你怎麼都政治操作 你有沒有被孫總統 我剛剛不用這樣子去操作這個議題啦 市長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啦 我看這樣子 我們就這部分 市長你剛才有提到 未來你們在市府內部 會議的標準作業流程 你提出了一個 程序好不好 好 這應該要建立 然後 有沒有錄音 你的公開透明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要公開說 說清楚嘛 不要 這個公開透明 好像變成你政治提款機啊 每次都講公開透明 好像講 這個的話 這個還是一個很 你看喔 九十分鐘的會議 你剪氣段出來 我覺得這個人就實在是有 沒有你就全部公布 我們在說什麼 所以我告訴你 其實你們為了自保 其實你們也可以全部錄音啊 會議當中你們錄音 怕人家知道什麼 不是啦 我覺得很不可思 對不對 沒有啦 我意思是你們的會議裡面 其實大可錄音嘛 大可有會議紀錄嘛 我跟你講 這個 我們也不可能每一個會議都在 我們每天開那麼多會 好啦 好 市長 先這樣啦 你待會兒 將這個來報 你給一個標準的作業程序 這樣好不好 好 時間暫停 市長劉浦欣請回 好市長 給你看幾個部分喔 其實我在我的這幾集的任內當中 不管是郝龍斌市長也好 您兩屆的市長也好 我就一直力推 台北市應該辦一個大型的 更大型的這個運動賽事 你印象中有嘛 包括我在至少在您的任內 我至少長了六次以上 我們至少要申辦 咬奧運級的運動賽事 終於 您去日本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情形 真的很感動 因為你在東京街頭 看到都是 他們要迎接2020年東京奧運 對 還是讓所有的市民 期待的一個大活動 這樣才能帶動整個市民的光榮感 跟未來建設的期待感 我給市長看看 董事長是怎麼說的 市長五顆林 就在這次開始 有個目標 就像2006年 謝長廷全院長 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大聲喊出 2020年奧運在台北 現在是在東京 因為當時還沒有當選 做不去進出 但是把思想回來 不是不可能完成的夢 市長 你有沒有如此大歌曲 不是省錢而已 你要帶動整個發展 跟建築 跟建設 這個先 對 這個其實 應該先讓這個城市的基礎 硬核缺缺 結果還要再好一點 市長 人家看起來 跟我們差不多的城市 甚至好像沒有比我們怎麼樣的城市 人家都辦過亞運 甚至有人辦過奧運 我們不能忘記匪薄啊 市長 你記不記得 我們在就職之前 這一屆的時候 他說 OK 市長 其實有討論 當時我也跟你請教說 你知道這個 2018年的亞運在那裡 結果在亞加達 那時候我也請教你說 你覺得我們跟亞加達 比較成怎麼樣 你說台北應該不會比亞加達差 所以說嘛 我們真的不要忘記匪薄 這可以做 但是 就是目前為止 這個 我們可以爭取的亞運 是在2030年 看起來很久啦 不會 差不多 那到底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準備 你心裡有沒有跟底 有啦 這個其實我們 本來沒有什麼概念 最近去日本 因為有拜訪那個 東京奧會那個籌備會的副主席 還有那個日本奧會的主席 所以是這樣 很多資料我們是參考他的 要準備哪些東西 還有那個城市的規劃 其實這個 因為我自己辦過2074大運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上一次辦的缺點什麼的 如果真的要辦這個應該要先決定說 以國家的角度來講 是要辦 北中南 是在哪一區 因為這 其實台北辦 台北單獨承擔不起來 還有北北陶 北北北基陶 因為這個場館太多了 所以這個 這個變成是類似國主規劃 我大概清楚你的概念 不過有個東西跟您溝通一下 就是辦一個大型賽事 不是為了辦那個賽事而已 所以你剛才講到場館什麼的 那當然是一個狀況 那未來這個場館可以留下來 做永續經營之用 那當然很好 比如說我們辦市大運的時候 我們現在留下那個籃球館 留下我們這個網球中心 甚至我們留下林口的選手村 做社會住宅 這些 你看那個和平籃球館 現在自首可樂啊 我們很多籃球場比賽 或者是你看 前幾天那個獅子會的這個大會 也在那邊辦啊 表示我們台北市是蠻缺乏這種 中大型的這種場館的這個配置 那我要講的是說不只如此 還應該帶動的是整個都市更新的可能性 對 還可以重點啊 對 我們看到倫敦你綁奧運 為了東倫敦的都市更新啊 市長你大概也有印象 在南韓首爾清西川 李明博當時不是為了要恢復那個和義啊 重點是要做都市更新啊 所以市長 對 這就是讓城市有個夢 大家共同有個立場 不然大家都市更新大家會談說 那個有沒有誘因啊 沒有什麼的 因為我們如果要爭取亞運 爭取奧運 我們就有可能在中央層級或地方層級 我們會有特別的條例 特別的預算 這時候我們就有非常的手段 可以做些事情啊 市長 所以我一直跟你講這個事情 不是憑空而降的 所以這個部分 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 你好像有回答其他議員 有特別提到 這個申辦的動作 要四年後才開始是不是 他申辦應該是2022 在那個韓州亞運的時候 才那一次才會確定 還要確定 所以是在兩年 三年後 但是現在要開始準備 特別這個不是只有台北市 所以應該是台北市 先跟體育署去討論 那體育署會再說 請每個城市 因為你不能說 直接指定台北市 可能還有一些程序 我想那個已經開始在做準備了 那個體育局有專門的角度在準備 這個當然名為台北市 比如說上士大運 名為台北市士大運 其實他場館也是跨及很多不同的縣市啊 那絕對是的啦 因為台灣那麼小 他也不肯依靠台北市 農納所有的運動賽事嘛 那可以想像 現在你只有這個部分 你怕成你有什麼時程 不就還會有幾顆喔 像我們過去還要選總統 現在就沒有要照顧了 沒有沒有 請局長來報告一下 不好意思 我想這件事情 大概目前的進展是這樣 在今年1月7號的時候 我們有去體育署拜訪高署長 跟他表達台北市想要辦亞運的意願 那當時候體育署告訴我們說 從上一屆開始 他從申請制變成邀請制 那所以他要我們先去看一下 那個OCA的評估的報告先做準備 然後他也帶幾個訊息給我們 第一個是希望我們參加今年5月份 在澳洲的Sports Accord Convention 然後 局長 對 那我來向的人啊 我跟你講他跟你講是官話 是 我們第一個 現在要先成立一個遊說團 邀請制沒有錯 邀請制是形式上邀請的 那為什麼平常 平常要邀請你 是 你會接一些人來 看台北 台北建設 我們有很多主機 不怕 來遊說 各地方會員國去遊說 是 再來是更積極的作為 是我想 我們先去看 我們本來在賽斯本來坐 要看什麼 對我說 我們都講官話 都聽坐 我們應該有具體的行為 不然你就是一個思想的巨人 行動的主流 是 我們在2月份 也跟中華奧會談過這件事情 那中華奧會應該 現在的時程可能會在6月下旬的時候 會舉辦一個說明會 然後其實 因為這件事情是 中央行政院院會必須要核定 我們要去辦理亞運 那都公務系統 市長 我給你要求 其實你現在內部 就要成立一個籌備小組 至少召集人或執行長 就是副市長成績 一定要協調各局處 開始出去外面說 包括國內的遊說 這些也都要遊說 為什麼要給台北 都可以給高雄啊 人家可以給台中啊 為什麼要給台北 然後國外呢 我們開始 找人家進來 談這些事情 可以讓遊說 你知道嗎 我是 這個台灣樓宿總會的前理事長 我們現在的理事長 他為了要爭取亞洲錦標賽 來台灣舉辦 他是一個一個會員國出國 去給人家遊說 去拜託他 連那個看似冷門的運動項目 人家主事者都那麼積極了 我們台北市長要清楚這些東西 照理你講 應該跟這個 好 市長 我們首先 在體育局裡面 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請一個副市長來做督導 然後開始處理 同意 這個東西是要開始做 這個 既然議員有交代 我們下去就寫一個 開始有一個草案計畫 市長 市長我也有交代 是我們已經有默契了 我也講那麼久了 要爭取 好不容易開金口 覺得要要申請 你也覺得 未來對台北市的市政 未來是有很大的注意的 是不是這樣 因為這次去日本 有親日拜訪跟看過以後 腦袋比較有 有同向 不然之前還沒有講到 林安我要跟你溝通 就是說 我們要辦這個 這個奧運 什麼的 亞運的賽事 其實前面都要有一些 暖身的動作 我剛才提到的 你要請一些人來台灣看 那不是莫名其妙 來吃飯 什麼 你辦些東西 要讓我們來參與 來辦的參與 你知道嗎 當時2009年 在高雄辦的世界運動會 當時怎麼樣 他們在之前就有暖身了 比如他各項項目 都要辦一些暖身賽 國際暖身賽 我們這次大運也是如此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有幾個部分可以帶動 包括我一直在強調的 台北國際馬拉松 這塊 我當然知道李局長很用心 現在還要爭取 聽說應該 童子有可能下來了 下來了嗎 還沒有 應該是下個禮拜就會 結果就會知道 下個禮拜就知道 我們 近代佳音 但我是希望說 這個部分 可以讓他融入更多 市長 我們之前也提過 東區的復興 我認為 那個都是 挖東牆 補西牆 人就這麼多了 你現在東區復興 要變西區沒落 人家就牠牠牠牆 那有什麼 要把柄做大 其實民間的力量 非常豐沛啊 我看到很多 那種背包客的旅館 也蠻多的 其實可以讓更多的 國際光客進來嘛 那有什麼誘因 可以讓他們進來 我覺得辦常態型的賽事 這個很重要 馬拉松是一個 對奧運來講 是一個指標型的運動項目 這個馬拉松在亞奧運運動項目當中 都是壓軸 都是最讓人家期待的 一個運動項目 因為當時 希臘那個故事從馬拉松來的嘛 奧運從那個來的 好 那所以說 我們對於台北國際馬拉松的舉辦 市長 你有什麼樣的期待 給什麼樣更多的資源 因為他還是 我想一也知道 他有分金銀銅 我們是希望今年是 銅 今年得到銅 我想這樣 通過以後 我們就往 也許就照議員交代 往銀標的認證 開始準備 這個一定要有計畫 我剛剛這幾個保護人 包括什麼 這個 用那個矽膠的杯子 什麼環保的意思啊 透過這種方式 其實讓台北可以更看到 那這次未來 我們都是在12月半嘛 我們12月半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 納入我剛才提到的 亞奧運的元素進來 邀請其他的這個國家 這個有影響力的人 來看一下我們台北國際馬拉松 有可能嗎 因為 禮拜有克里奈的童子 那就是台灣唯二 都要認證了嘛 現在第一個是這個萬金石 他從童子現在被引子了 我們當然要立追一下 而且我們是台灣唯一一個城市馬拉松 都要認證了 城市馬拉松比這一般的馬拉松更難辦 這部分我都做到了 市長 好 我們這一點 按照議員的指示 我們開始去處理台北馬拉松 銀標認證的申請準備 好 時間暫停 提議局局長請回 我們請警察局局長 還有萬華分局長 還有萬華分局一組組長 還有曾華隊隊長 還有桂林所所長 謝謝 謝謝 市長要努力不是貪毒啦 不是 今天是好事 這是我本期在5月10號 警政衛生質詢的時候 質詢局長萬華分局長 那時候昔日的西昌街市 昔日的風光夜市 淪為營窟 尬壞小子大小 小子 小子從老村國小放學 都要看到營營營營營 結果5月10號質詢之後 真的是雷利風行 從5月10號到今天5月31號 我每天接到張文局長 的那個Line的那箱片 你看一下 一天Line武士給我 有腳骨子的 手腳腳腳腳腳腳 所以我在這裡要代表西昌街的 李明來謝謝張文局長 謝謝 這個文局長 一天傳五次 傳傳 大概幾十天你看 只有西昌街跟康定路 鑽石大樓 撒到空空空 沒有百點而已 真的喔 真的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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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還沒做到 他們治安會議也開過了 來放一下錄影帶 劉鑫掃光了 換成伊拉克 還是一樣跟那十二家 那十二家還是一樣在廣州街 蒙甲夜市 那邊拉公然拉克來放下錄影帶 隨便抓都有 沒有 這個拉克不一定是賣贏的啦 拉去阿公店喝酒唱歌的啦 但是齁 惹老了里長 惹老了那個自治會的會長 有沒有影片 有沒有影片 沒有影片 沒有關係 就剩下那十二家 局長你知道對不對 分局長 那十二家好好去做處理一下 不然是做整頭的對不對 不然真的齁 你這樣齁 有夠厲害 你跟一組規劃情路 跟偵察隊 跟貴連鎖 分工合作 真的是那個什麼 西商街跟康定路齁 是我當議員十七年來 最乾淨的景象 你也是我十七年來看過最有才的萬萬文局長 我說真的 好幾次萬萬文局長都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但是平常先講 5月10號到今天5月31號 你如果我就做到這種程度 不簡單 很可樂 那真的每天穿五個 跟他都被我看 衝得更更更 半面子也穿了我 半面子的影像 半面子 1點 3點 5點的景象 他都穿了我 你看多久 所以說 像這種的科比 你不是不用特製會對不對 這他們都說 都要獎賞 你聽到嗎 齁 齁 這裡真的獎賞 萬萬分局啦 好 好啦 加油啦 回去下班 謝謝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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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一段手 來 那個我們請新公處處長 還有那個公務局局長 還有交農局局長 還有交工處處長 市長 你待會兒看一段影片 你的船一定開開的 走得開開 真的是 瞬目結實 是不是 真的是 金星董寶 來放 注意看 新座的引道 這是被改過的機車道 要配合新座的引道 汽車引道 來喔 看看 這裡喔 注意喔 看來沒有 看來沒有 你摺到沒開開 跌倒 跑到快車道 後面那一台 車 公司不開很快 豪華無傷 沒辦法 沒辦法 這沒辦法 因為它速度不快 它動了會有 以前這種情形不會發生 在你們這次試做 這個什麼 滑松橋倒水快速道路的引道之後 因為讓機車道 改變了行駛的方向跟路行 而且你們的分隔島 坐那麼矮 這種情形發生幾次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有人 拿來付出給我 顯像還生 顯像還生 要怎麼改 跟一桌報告 這個我已經請同仁開始在設計了 7月底 設計什麼 現在這幾天 如果 有那個車廈的 網魂怎麼辦 國賠 這可以國賠嗎 這可以國賠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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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 這叫做那個扭折系護欄 沒有 沒有效 要用 那個 硬質的護欄 高一點的護欄 我們已經在設計了 已經在設計 設計怎樣 怎麼設計 你告訴我們 大概 經費的話大概是80萬 然後 它的那個 長度大概是50米 高度大概是85公分 什麼時候完工 7月底 7月底 現在幾號 這種東西它要兩個月 因為它那個 還有兩個月 我聽科長跟我講 它那個是要 做好 再到現場去安裝 長住 所以說 這個部分來講 臨時的措施的部分 我會回去 研理一個方案 沒有 你告訴你 7月底完工之前 到 我們有什麼樣的措施 可以防緩這種 這種前上完成的行星 怎麼做 我們可以加裝 臨時的這些阻隔設施 這個我們回來研究 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它做好 最短的時間是多久 應該 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內 一個禮拜 就一個禮拜 我下個禮拜我就要看到了 好 好不好 那個 華武紀元局長 像這種可以國賠嗎 騙他 哇 太可怕了是不是 這真的好運 我怎麼做 跟議員說明如果說是公務在設置上面 跟管理上面有欠缺的話 他 不是不是 就是這種設計不良的情形 設計不良的情形 他確實有可能 確實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在那個國賠法裡面 是有公務設置 管理上面的欠缺 那這個如果有設置上面的欠缺 確實依法是有可能 新港主 你當初設計時 還沒想到這種前面 以前 法廠局沒有引導的時候 真的機車頭 你一定啦 現在在你設計 要看 要往水快速道路走的時候 那個汽車引導 才讓那個 汽車的那個 車道改變嘛 對 包委員 今天早上開交通會報的時候 我把這個看過 我請清空出去改善 兩個改善方向 因為他轉動的時候 速度他原來的設計速度 是30到40 那那個 機車開起來 看起來是開五六十 這第一個要減速 第二個就是說 分割島高 因為直的直線段 他要做分割島 可是轉彎路段沒有做分割島 所以他跌倒的時候 會跑到對象車道來 那 乾脆說那個女性同胞技術不好 不是不是 就是說 事實上要做分割島 應該是做在轉彎的地方 不是做在直的地方 反正就是說 7月底之前完成 而且在下個禮拜之前 用這個防護措施 先行的防護措施先做 不然我告訴你 現在到你完工之前 有什麼任何傷亡 都是記在柯市長頭上的罪過 不要這樣 沒有多些 那是好運 很好運 很好運 journée了 好發無傷 這一幕景象 希望你們台前所有所有官員 要記在心裡面 历历在目 吃太快 情報處處長 趕快做 我希望6月底 之前都可以完工了 不然你如果開生 任何一次的撤禍 他們心裡真的會很難過 好 現在您請財花局局長 還有市長處處長 市長在便當會有跟你說過 我今天要說第三區肉品批發市長這件事 你不知道什麼叫冷凍鏈 冷藏鏈嘛 榮委會一直在宣導 就是說豬肢或積壓在處宰後 到零售貪 這前面都是冷藏冷凍 減少細菌的資深 市長處長 聽我講 現在講不會有 現在可以把市長報告那裡 我希望這個地方已經快五十年了 而且全部都是市政府的地 我希望說這個地方能夠充分的利用 我們台北市喔 你看喔 水果 蔬菜 魚仔 雞肉 鴨肉 都我們自己處理的地方 就只有豬肉 沒有自己處理的地方 所以希望我在這裡建立一個冷凍鏈 一個冷藏中心 一個肢解中心 再一個電子商務中心 因為網路購買生鮮 以後是一直就通 一直就通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也來 要換一個樓層來做電子商務中心 因為首山之都應該率全台灣之冠 所以說這個地方 你看兩千七百九十四平方公尺 上面都是沒有建築執照沒有使用執照的違建 所以你要補照要花一千七百萬 我們有類館 對 我都有類館 我希望說到今年年底為止 我們跟這個鄉里公司合約到期 合約到期 我希望這個地方不要再花那麼多錢 去做補照的行為 我們應該遞盡其用 因為現在只有一個樓層而已 這樣不對啦 那些好的地方給他建立一個樓 不對 你可以想像喔 市長公司的規劃 地下三層 地上六層 地下三層 地上六層 總共要花他的價值 粗菇啦 粗菇六億多 六億多 是地下三層 地上六層 而且每天所生產的 生產的肢節的 那個豬的量 跟積壓的量 會更多 以後我們的收入會更多 我是只想請教市長 是要我們自己 自己建用ROT的方式 還是要用BOT 讓人家來民間參與 用BOT 這個案子喔 我們在4月19號市長 是會有決議 是鄧復當召集人 又是鄧復 對 因為他是負責 他是僑組的 他這個還是找他 因為我們要把那個 原來的公司 什麼 還有續產公司 做一個決定 也是一樣啦 能夠協調大家 召開一個協調會 然後整個通盤檢討 不是不是 我是告訴市長說 你放在外面 看你是要ROT 還是BOT的方向 而且喔 要遞進其用 因為不能夠 只有一層樓 這樣做實用 你如果要花1700萬 只有做一層樓 使用 沒好多錢 要一棟嶄新的大樓 做台北市 台北市的一個 食物 肉類處理中心 能量中心 而且一個電子商務中心 那不是這對 蓋一個綠樓的大樓 原則上是不打算再去補照什麼的 要嘛就 不是ROT 就是BOT 對 不是ROT就是BOT 沒關係 都說沒關係 但是今年要做一個決定 讓人民知道說 以後 在我們環額南路二段250項 六十號有個崭新的 崭新的 對不對 我們的第三區作品市場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大概 短期內就會有個決定 這樣很高興市場市場說 不要再補照了 1700萬是假的 我知道 這個我們有列管 有列管 要趕快做決定 好 我們馬上 很快會做出決定 好 那個處長 跟局長請回 那個 市長 我來看後一棟 來我來看一個地方 這對你不知道 沒有 這裡沒有印象 這是老松國小的正對面 桂林路 老松國小的正對面 就是萬華 從以前 四五十年前 到現在 很有名的柴拉旗 柴拉旗 馬英九 馬賀林買腳踏車 腳踏車給馬英九 這是這裡買的 第一 他們人稱的第一部腳踏車 就是這裡買的 老松國小正對面 來市長看一下圖 那個合成圖 你看 這個柴拉旗 上面 大多都是 國產署的地 跟公園處的地 就少部分的私人用地 他們上面這個齁 這些 店家 都是佔用國產署的地 跟佔用公園處的地 到現在為止 旁邊的所有人 那一排整排的 合法住戶 就是忍了多少年了 忍了多少年了 你們都無動於衷 而且國產署 也沒有 也覺得說 又沒有人來陳情 他們也不去管 說好事 對不對 公園處 你們不知道你們地邊佔用嗎 不好意思說 我們有清查了 你們不知道 那麼大的一塊 沒看到嗎 有 我們那邊有兩個地號的土地 是被佔用 有打算要排除佔用嗎 我們會跟他們說 這個無償佔用使用補償金 過來咧 繼續佔用 公園用地耶 剛時你們在蓋老松公園的時候 為什麼不一併討回 為什麼不一併討回 報議說 因為這個公園 他是六十年的時候就蓋好 然後 這個佔用 六十年的時候 那些公務人員滿寒 滿寒 當然後續可以在演藝來處理 演藝什麼 本市在這邊不怕得罪他們 那都不對 那都不對 違法佔用四五十年 以前是兩百多攤耶 是因為康定路跟貴林路 擴建 把它趕掉了一大堆 剩下這兩排耶 而且旁邊的居民 眼睜睜睜的看著政府佑地被佔用耶 看了四五十年耶 看了四五十年耶 而且旁邊那個合法租屋一整排 合法租屋 不見天日耶 他們出來只有七樓 前面就是遇到他們而見了 真恐怖咧 在這裡很陷耶 市長你有關心嗎 這是要開路 現在也沒有連任的壓力了 這是為何佔用的啊 要開路還是要幹什麼 我不曉得 那是企劃道路吧 這所電視 現在疫情電視誰要修理 派他們就要信任對不對 所以沒有一間有生意了 廣東沒有生意了 以前有生意的時候 我們不敢 賺一人 賺一人 他們只能佔用國有地 我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現在完全沒有生意 而且沒有生意 的時候 去那邊講一下 你那些無權佔用 是有土地 對不對 國有財安署的 那國有財安署自己去做處理 你不要去管 不要去清修啊 那國產黨署申收啊 那會申請郭佑 郭佑啊 可不可以 這個地方喔 董事長 這個地方如果改善之後 整個福音裡 整個老松國小周遭的市容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要開路還是要 這本來就應該開路了 已經被無權佔用五十年了 這不像話 所以說齊市長這個 去列館好不好 好 好 我把它處理 這個列館 不要再交給鄧戶了 他很忙啊 不要交給你 交給那個頭副市長 他更多 不然蔡副市長 蔡副市長不會休啊 他的訣竅也不會休啊 好 這我們處理 記起來我們就要處理 好 要列館 新公處處理 好 OK 好 好,經處理一下你的管道,我下一個會去再問一下 來,市長,我們請都法局局長 還有...都法局局長 市長,我要說那個振興猛者觀光難道 在中環環這個地方,你這裡是你西區,逐漸翻轉,你這裡很認真做 其實門戶計畫也很認真做 這漸漸有成效 我今天就整以猛甲大道這條路 有兩個住房率高達八成五的兩間飯店 一家叫做花園酒店,一家叫做凱達大飯店 一家花園酒店,一家凱達大飯店,雙子新鴨 你第二辦公室,辦公室鴨 我現在要說,那個地方,我們請來說,花園酒店 花園酒店如何走到龍山市 酒店你知道嗎 走夢甲大道過去不就不 不對,最近最緊的,最好緊的,就是他旁邊的廣州街 廣州街一直走走走走,經過剝皮寮 就可以到龍山市 龍山市之後,可以到蒙甲夜市 到吳州街到華西街消費 所以整條廣州街要從,你知道嗎 這個花園酒店裡面的港澳日韓的外國旅客多多你們知道嗎 他出王力之高喔,躺回關子 最後老到坐,港澳日韓,最愛去哪裡? 佳樂湖,最愛去哪裡?龍山市 最愛去哪裡?蒙甲夜市 他說一條路,不用像你說的 不用走過蒙甲大道 他們直接走花園酒店旁邊的 龍山國中旁邊的廣州街 所以拜託,這條廣州街要用到 讓他們吸引港澳日韓的外國旅客 走到龍山市,走到剝皮寮,走到蒙甲夜市 走到吳州街廣州街 你什麼想法沒有? 第一想法就是什麼?不夠更 不夠亮,很暗耶 對不對? 這是非常非常的昏暗耶 這燈光如何做改善 對不對?趁現在陳家昌局長 把劉韻都趕光了 看不到了 所以走那條路都不會看到劉韻了 這是廣州街的那一段喔 是廣州街那一段喔 不只是要燈光要照明而已 還有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做行銷 看什麼樣的標示,什麼樣的吸引人 尋寶也好,幹嘛也好 去促銷也好 把那些觀光客吸引到龍山市 吸引到某角夜市 看不像 這個需要燈光還是要什麼 通通有 而且來我想講第二個 你可能會有更多的啟發 來我們看凱達大飯店 你看喔 凱達大飯店 往龍山市的路 你看 來 你看 來 放那個西原路一段 你看 西原路一段 不是那樣的 這條是要走 從凱達大飯店的大門口 要走到龍山市 走到西原路跟廣州街口的道路 竟然這麼樣的昏暗 怎麼可能 完全會吸引 吸引港澳日韓的這些外國 空間客牆走到猛仔夜市呢 不好意思說這我們有配合去更新十一盞路燈 你這要告嗎 這要告嗎 我後續看狀況再 在 沒有我覺得說這不只是用工程手段而已 這個都市規劃的方面 那科長 志穎 你不是一個工程 一個都市規劃 我們有一個都神 不是 你不是一個都市 我想這個還是併入那個孟甲城市博物館的計畫 放在裡面 放那個紙計畫 還是一樣 整合以後一包進來市長市報告 我們再分配工作 市長我意思是說 你不只用路燈去做改善而已 你要引人入勝 我意思不明白嗎 引人入勝 我就把他們為凱達飯店跟花園酒店吸引到龍山市 跟龍甲夜市 跟廣州無洲街跟薄皮寮 不是說燈光這樣 做一個指示牌就好了 燈光 讓這些港澳日韓的外國 大量的觀光客 住房率八成五 嚇死人 文化局跟觀察局跟去拜訪劉議員去走一趟 誰要當PM 他 不是 文化局 這個計畫 蒙甲博物館計畫是文化局管的 你怎麼蒙甲博物館 蒙甲城市博物館 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廠校局長你也要聽一下 你也要聽一下 聽一下 你不要安裝他們的大理胡思昌宣是你管的 龍山市地下車也是你們處理的 所以要怎麼吸引那些觀光客 大量的觀光客喔 那人這麼多耶 那個 凱達飯店跟那個 城市花園的 吸引到我們的中萬華 蒙甲夜市 龍山市 龍山市 龍山市地下車也好 所以龍山市地下車也好 龍山市地下車不太出色 對不對 如果 搞不好你們可以把那些觀光客吸引來 以後可以 龍山市地下車可以起死回生 是不是 什麼有錢啦 沒有 原則上還是文化局 蔡東雄當PM 不過是這樣 他可以召集每個局處 我們可以請議員來 走一趟 把要做事 全部進去 一包解決 這樣就是 蔡局長你做召集人 對 他當召集人 喔 工程會交 沒有他先把要做事 全部列出來 我們再分配工作 沒搞到任何副市長 不用啦 如果我們在市長市會 就直接分配工作 沒有 不是 彭路市長很煩惱 你還給一趟 他已經一百多八十幾千了 好 趕快蔡局長你先做個統合 再來找本事好不好 好 好不好 這要透過硬體設備的改善 還有一些軟體的設備的吸引 就是觀光客 好不好 好 誰在臨 市長 剛才這個劉阿倫議員 特別提到 其實就是應該要把整個商圈 給活絡起來 那 剛才我們延續剛才的話題 特別提到說 馬拉松的舉辦 能夠把人潮引進來 那我的期待 有東西可以來做 我們可以仿效 東京馬拉松 當然 東京馬拉松很了不起 他是這個 國際六大馬拉松之一 亞洲唯一 所以大概 亞洲附近的國家的朋友 都會去報名 因為台灣人 特別愛去 那 那他們有一個 我在2016年去跑過一次 那其實我沒有抽到 那個帥帥是我啦 不要懷疑 那另外有一年跟您去 一起去那個東京 也看了東京都議會 那當時他們也跟我們推銷 東京奧運 我講的這個事情很重要 所以 我特別提到這個 東京馬拉松的經驗 我們可以想想看 這個李局長應該很清楚 東京馬拉松他在抽籤 他是大概每一年 都有將近30萬人報名 他說 三十萬人報名 他的中籤率 大概就是只有一成而已 三百人去參加 但是他有分 所謂的本國跟海外 那本國人有一定的扣打 名額 你沒有抽到就沒有了 那國外呢 你可以抽籤 那抽完籤之後 如果你沒抽到 你怎麼辦 他有給你 什麼 用錢來買我的扣打 你知道很厲害耶 他就要促進他的觀光 那因為他是六道馬拉松 所以對很多跑馬拉松來講 是朝聖 所以他就願意花那個錢 我如果沒記錯 我2016年花的大概是 如果沒記錯大概三萬塊的台幣 這麼多塊 但是只有這個住宿而已喔 住宿的假期票 我都忘記 其他都沒有 聽說這幾年又漲價了 趨勢若悟 大家都想去 我覺得這部分 如果未來 我們台北國際馬拉松 可以辦到這樣一個程度的話 那可了不起 也可以分享一下 東京馬拉松 我把它列了幾個密碼 大家看一下 拿下一張 你看 六大馬拉松 一萬名的志工 當時我們辦四大院的時候 是比這個超過啦 但是人家的志工是延續性的喔 因為他是透過 他本來辦是這個都廳在辦 慢慢他成立一個基金會 這基金會慢慢的也越來越成熟 所以包括他的志工的訓練 經費宣傳等等 他永續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產值喔 當時在2016年是高達三億美元耶 你看一個大的活動可以辦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之前有談到東區復興 那我們也跟市長我們有共同的想像說 這不是人流流去而已啊 應該是把餅給做大 那餅做大 現在當然我包括說引進這個國際人流以外 我們在目前除了說你這個自治會重整啊 納入更多元素以外 有沒有更具體的做法 市長 東區保安 東區喔 這個我們有完整的計畫 都已經定了 不過我們主要到年底很確實要做 自己過了明年還要再做 簡略說明一下好不好市長 報議員 那個組織的部分 其實他已經在5月29號的時候 已經召開會員大會 也選出李堅士在運作 那雖然今天我們都互相都有在做聯繫跟討論 那我們這邊也設定了一個在定位 最基本的 那現在我們一開始有一個 副導團協助 那幫他把我們整個東區裡面的 所以店家做一個基本的盤點 營造出他的特色 這個不會是凝聚大家的共識 有一個團體來支援 但是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你到底給他多少資源 給他多少東西 那市長 市長 你現在讓這個團體 這個組織之後 其他團體會翻大 因為資源是排擠的 不會啊 這個錢 這個錢沒有去排擠其他團隊的錢 OK好 那我也是幫這個團隊要稍微爭取 就是說 你不要因為這樣子 不給他們更多的資源 因為你有可能排擠嘛 如果你有沒有排擠的 我希望你們能夠真的 包括你剛才提到的補導團 怎麼落實 讓他們可以更往前走 自主辦更多的活動 有這樣構思嗎 有 其實這段時間已經在還沒有組織 成立之前 我們就陸續每個禮拜 都有定期在做討論 那地方這邊呢 也會希望在每年的暑假 跟年底的時候 會有固定的一個 有特色的活動可以引進 那方面一定要結合地方 因為不是由我們工部門 全部來做一個處理 基本上東區它也是商業機能 它也是商業機能 有很多不同的配置 那我舉個例子 這個我前一陣子 跟幾位議員 包括洪建議議員 包括這個邱惟傑議員 我們去跑了這個追火車 梁文傑議員 追火車 新北市辦的一個路跑賽 你知道他們在當地 他們當然會要報名費 報名費之後 給一些衣服 杯子 以外 他給你70塊 消費券 你只能在當地的商家 有認可的 你才能消費 所以我的意思講說 有沒有可能透過某一個活動 那結合我們東區的各項的 這個消費的狀況 讓在地可以消費 再去想 比如說我們辦購物節 或什麼樣的活動 連結起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但是這是東西 羊毛出 我們是莫名希望給他的 這是他從他報名費來的 但是如果報名費來 他覺得 第一個他拉70塊 雖然不多 但是從來沒有這樣搞過 所以他基本上 如果去共療 他可以買什麼 一些Omiagas OK的 他趕快買超過70塊 但那70塊就是個誘因 有相貴這個事情嗎 我們會再跟那個地方商圈 這邊來做討論 有以朝這個方向的努力 因為我們也是希望這個活動 一定要跟我們的店家 要合作 要一起來處理 一直來努力 我這麼意思說 你可以吸引很多人潮 那如果是威動商品 就沒有用啊 他當然只看 裝飽看花 就走了 然後呢 就沒有任何的效益 所以你如果透過一個活動 他是要支付一些報名費的 比如說路跑賽 什麼都可以 一張 這個辦法這麼想看看 我又要有創意 如果沒有創意 你不過是各個商圈辦的活動 都一模一樣 就像台灣現在很多夜市 那總的長得都差不多啊 一張 好啊 這個 創意就很痛苦 大家想看看 否則就是 就是 舊的東西 一定會在失敗的啦 不會往這個方向 那一開始會有一定的熱潮 那一開始會有一定的熱潮 久了以後就摔倒一起 那就沒死了 你知道嗎 那就沒好嘛 想看看啦 所以我這邊 也具體建議市長幾個活動的方向 包括大型的賽事 是必須要長期去經營 你看到第一屆 第二屆 第三屆 第十屆的台北國際馬拉松 所以市長你很清楚說 我一直在關心房災的議題 房災議題不只 我們平常用為這個房災 救災 復原之用以外 其實它還可以延伸更多的 周邊的效益 其實我主張其實可以 更多的重裝備的 這房災團隊去外面救災 它就是個外交 另外如果我們把一些 嘉年華的活動辦好來 可以新移國際觀光客 來到這個地方 它可能有一般的觀光客 也有可能是 跟房災相關產業 有關係的這些廠商 我們辦一個展覽會 等等的進來 這有可能 我們看一下 其實在2019年包括倫敦 包括這個日本 東京 他們都要辦這樣一個活動 像東京 它就涵蓋這些領域 場觀學這些領域 來辦這樣的活動 那它可以吸引更多人進來 那我也跟市長說明 其實我們消防局非常辛苦 它也辦了非常多宣導的活動 但是我覺得可以讓它的 這個標準拉高一點 像這一次您去主持的 南港的綜合防災 我也去看 我全年去看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很成功 奧偉問過武局長 我說你來 包括國外的日本 這個馬來西亞 那些國家來 澳洲來 以後還有什麼周邊效應 他說有 他們辦了國境的這個論壇 但是我可以覺得說 如果把它辦得更有趣一點 更好玩一點 那更多的人可以來參加 有沒有可能 我們來研究一下 市長 你覺得以你的 common sense 你可以特別聽我說嗎 你說那個 趁我們在辦演習的時候 演習也是一種 演習你可以讓更多的民眾來看 他搞不好 不知道說秀 他就是一個活動之一 那你可以延伸更多的 像前陣子 消防局就在我們這個 信義區的象限大道 他們辦了一個活動 他也結合了一些廠商 比如樂高啊什麼的 那寓教於樂 親子可以來 那如果我們引進 國外的比如說廠商啊 國外的救災隊伍來 他就是一個國際級的活動啊 好 我們來規劃 好 市長 防災博染會 對啊 這可以來做啊 你看 這個 已經有來管齊和日本競鋼 我記得上次您去應該是去 橫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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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東津 東津 都有清安MOU 那其實他就是一個 可以更深化 讓這些不同的資源可以進來 你本來 韓國人來 二九人來 除了說房車以外 一來賣 一賣消費啊 他也會做一些 不同的這種 這種配置啊 那不是 好 好 這想看 這 橫濱 你說要頒 但是有一個 比較粗暴的 叫什麼 我們 一個月裡面提出規劃 一個月啦 市長 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可以 把我剛才講的 我們把國際人流引進來 把柄做大的 這樣的策略底下 可以做的話 應該也要給他們多一點資源 支援 這沒問題啦 地界可以用二倍金 非常好 這也當勒出力 還可以讓他更多 示範看看 別人的經驗可以吸取一下 我相信這次 這次市長去除了看奧運以外 應該防災也有看嗎 這一次 不過他主要是防災復救 不是他看 我那個規模太大了 當然因為他怕到了 所以必須要更大規模 但我的臂子不見他那麼大 至少我們有那個樣子出來 好嗎 市長 好 所以他就說人流就是錢草 你看韓國瑜說是不是 人進來或出去賺大錢 對不對 很會說的 他也要設定很多議題 所以今天要跟你說 其中一個議題 在我的選區 除了東區以外 東區也是我的選區 這個 魯莫 魯莫目前為止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像 魯莫 你看魯莫從2012年 草農民時代 說要做這個水族館 2014年 你選舉的時候 最差最差喔 就蓋青年住宅 從2015年 說要來種一個 生態樂活村 2017年 正華好做生態主題旅館 不是旅館 蓋在那邊 就會有人會消費 市長你知道嗎 你附近有很多金東對手啊 你附近也有什麼 深坑的芙蓉飯店啊 什麼的 人家看起來 比你目前要預估的價錢都便宜很多 是 這個案子已經有委外去做演繹 那現在我們府齊也是彭湖市長擔任總PM 那現在還在做 在收集一些資訊 包括公民參與的這段 已經快說完 差不多了 市長 我怎麼說啊 黑洞可以讓責招 我之前提到嘛 一下做水族館 一下做青年住宅 熱活村 主題旅館 公開都很好聽了啦 蓋好之後 人家在哪裡 你告訴我 人怎麼來 就是辦一個活動 好像很有信心力就來了嗎 類似東西很多耶 你知道這個 這個六福村也有主題啊 他也可以在那邊睡覺 你知道嗎 可以看動物啊 海洋館 他也可以住在那邊 看到跟那個 很多魚渣旁邊遊去 也有做東西啊 所以說這東西不夠了耶 現在就是因為 結尼共構還有文化設施 有一些展示的設施嘛 然後呢 也有一些旅館的設計 你都可以問金園長 動物園 大概人潮最多的時候 就是寒暑假 跟假日而已 跟議員報告 過去這幾年大概 經過大家同仁的努力 大概平均每個月 有大概25萬到30萬的遊客 那現在每一年 大概維持在300萬的遊客 再加上貓籃在這個區域 我想這兩年的營運 沒有啦 園長 我都知道 那種數字聽起來都很好看 都很好聽 我要講的是你 你幹那個東西 你不能假日使用 你不假日費刀手 就假日才會使用嗎 跟議員報告 我想目前推動的就是希望在週間 因為我們假日2萬到3萬的部分的遊客 確實對油氣的品質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那我們現在一路的努力 就是希望在週間 也能夠讓整個的營運 能夠更為的分散 我跟阮議員報告一下 我開過一次會 結果這我認為比較重要就是 你開過那次會有沒有做錄音 有沒有會議紀錄 不用啦 這個不用做錄音 有會議紀錄吧 最主要就是說 當天的這個報告裡面 我認為有一點 他是沒有辦法去執行這個機會 就是說他的市場率太低了 我第一個 他蓋了要花的錢 跟他的收入是不成比例 所以我現在請這個顧問公司 去跟他研究一下說 你除了你的研究以外 你還有什麼額外收入 可以平衡這個財務嗎 那現在在做第二階段的事情 彭副啊 我都清楚 這傢率本人就是應該 在財務規劃裡面 要納入的一個環節 我現在問你 人從哪裡來 好 市長 我其實有跟之前 跟這個局長 還有跟應該那時候是 是那個另外一個副市長 趙成平剛離開那個 林作敏 林作敏 不是不是 副市長 林清榮 清榮 對 那時候其實我們都有談過 那個局長跟原長都很清楚 其實政大 他們是願意參與這個案子的 那我覺得他們講的有道理 第一個 本來就是公部門對公部門 沒有什麼圖利的問題 第二個 他們可以帶進常態的人流進來 比如說他做國際學社之用 他的國際的留學生 他沒有寒暑假的問題 他還是會留在那裡 另外配合這個學校 他的一些教學所用 他可能有實驗劇場 他可能有模擬的這種3D的作為等等的 這個他本來就是他傳播學院可以做的 所以我一直說 要這麼常態的人流 可以保持在那個地方 我們寒暑假有更多的人進來 你報仇不到錢之後 你其他都彈的 所以我當天的結論 也有一點就是說 是不是請動物園這個部分 交易局這個部分 不是 我是不是 我說這個 你有聽過嗎 市長你有聽過我講的這個案子嗎 他們有沒有跟你報告 跟政大合作 對有沒有 沒有 對阿 有時候不把市長報告 有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可以讓雙方面都多贏的 你也可以營造這個地方 木柵成為一個政大的大學層 欸何樂不為阿 市長 市長 市長你應該要問阿 什麼事我跟他們說之後 你都沒幫他報告 我們當初大概住宿的空間有規劃 那如果比較高品質的部分 可以作為學人的素質來講 沒有啦 我怎麼問說 為什麼你們沒有跟市長報告這件事情 那這飯店有關夜宿空間的空間運用 在這個報告中有這個部分 那這些部分的細節 並沒有做到說得這麼多 不是啦 你要引進各種不同的資源進來 這是一個策略問題啊 我們要不要跟其他單位合作 還是我們市政府要悶著頭幹 這不用市長決策嗎 市長不用管細節啦 管你幾年房子幹嘛 他管你市場能力夠不夠就好啦 沒有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是這樣 準備縮網以後 跟這個朋友報告 報告完以後 有結論你才會跟市長做報告 這個理由就是這樣 沒有啦 市長 從一開頭我要跟您說明的 很清楚 就是你在內部管理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啦 這個案子我們有叫三貓計畫 它是有列管的 所以我們還是等那個 研究案出來以後 市長 我剛才告訴你 你知道政大要批判的 我們可以教你嗎 沒有啦 如果政大要進來 我們在規劃裡面 可以把它放進去 你規劃裡面現在有放進去嗎 我們現在沒有 我想跟 對嘛 政大的總務長 有在我們的邀訪民間探訪過程中 他有來表達過 行幾次的意願跟相關的資訊 那這部分最後的結論跟中整 有做過相關的規劃 市長 我們應該把周邊的資源做一些整合 好 市府就是一個龍頭 我們要剩餘嘛 那附近 包括這個商圈 貓空商圈 木炸動物園 整個這個狼帶 要串聯起來 木炸 所以我們這些政大啊 如果政大願意跟我們合作 互相付出一點不同的 這種代價 何樂而不為 其實跟委員報告 即使政大要進來合作 他還是要有財務機構說 是啊 是啊 當然是 問題是你 我們願不願意跟政大合作嗎 有這個策略上的合作 他可能未來有可能性啊 沒有排斥啦 就是說 即使政大要合作 我們要透過查過法去選擇 現在就是說 你要將他列入方案之一嘛 好不好 我的要求就是這樣子 沒有說他一定要做 如果做起來 他也不夠厚 也不需要 但想要去買 想要去買 做一個可能性出來嘛 那不是這樣 市長 市長 這麼大意外嗎 可以啊 政大的方案可以落進來 好可以 人家願意跟我們合作 我覺得這個也很棒啊 講實在的 這個大學 又不是中小學 跟我們市議員有沒有關係 但是我認為 這對我們未來 這個地方的發展 是有幫助的嘛 好 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共同來做 好 謝謝 另外還有再跟這個市長 討論一個問題 在這之前我大概想了一些 問了一下 那我們議會也正式提案 也通過了 那我提案之後 大概全議會有四十幾位議員 都有連署了 希望市府可以成立 青年事務局 我問過 目前我們的總額度 要成立一個新的局 是有可能的 我也清楚 你們可能要跟其他的組織再造 的可能性 要一併檢討 市長 我要請教 等一下再請主委回答 你認為在策略上 這可不可行 一般來講 要成立新機關 我都要想到半天了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青年事務委員會 是透過那個在運作 青年事務委員會 就是一個幕僚單位 它不是一個執行單位 你自然來 坦白講 它都不是被優先化 那我要告訴我們 我們在整個 台北市未來的規劃當中 年輕人的這一塊 是相對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討論人 他很厲害 也catch到這個議題 在六都當中 最年輕的都市就是桃園 在其他縣市比起來 就是新竹市 當然它有結構上的問題 比如說 年輕人他可能在台北市 要台北居大不義 他跑到桃園居住等等 都有可能 新竹可能有這個 新竹科學園區等等 那我覺得 台北市如果要把我們的 這個活力重新拉回來 要讓更多年輕人覺得說 我在台北就算住不起 但至少我這個地方 可以好好發展 我的創業 我的就業 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幫忙 市長 你覺得怎麼樣 沒有 其實我們的青年市委員會 他權力還是蠻大的 因為我自己在主持 所以 通常要做事情是可以做的 沒有啦 市長還是有差別 如果照你的邏輯來講 那很多局處都裁掉 當委員會就好了 不用花那麼多錢 還要設一個局長 對不對 也不一定是這樣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部分是坦白講 議會願意支持你 多成立一個局處 那是給你很多更多的資源 你知道當時在成立體育局 郝龍斌在成立體育局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反對 問什麼 你多一個局長 多一個人都贏 多錢給你 議會怎麼會贏 但你現在好不容易 有四十幾位議員 連署了 推這個案子 仔細思考看看 主委那你回答一下 我們先拿回去研究看看 這到底要怎麼 多多少人 你也不知道我回去有內部了解 因為現在 那個剩下一個缺 局處的板邊是差一個 那除了局長 因為他們到時候真的要設置的話 就是說上次有說過說 組織重新編組的時候 再去思考 那另外就是說 他現在要有局長 副局長或相關的編組 這些他牽涉到內部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緣額 北市府裡面現在 確實是沒有這樣 你原格要挪用 所以這個要跨局處 跨機關 就以府來去討論 才有辦法去決定說 要該怎麼去做 所以上次我們才會提說 是要等到整個組織改造的時候 編組 少部分的時候 再移動的時候再去做 其實這個問題 不只是剛才主委講的 很多細節 行政流程 細節以外 更重要的是 你的戰略思考 你有要將年輕人 猶豫的打扮嗎 它有持續效應 如果你這個部分 資源的分配不多 慢慢人家就跑去 新北 跑去桃園了 這個就會有效應 市長在的那個 青年事務委員會 他是主席 另外下面就有一個組 叫做青年成家組 下面他專門在處理這個 這我們拿回去看 想想看 因為這個這樣 要編制 還有你要 要從哪裡擠出來 做到 你會跟市長說 我們議會的決議嗎 有 我們在這個民政委員會 當時這個 陳正中招委 要求 是這個會期嗎 下個會期 下個會期 下個會期要怎麼樣 下個會期之前要提出 那個可行性的報告 是 然後勒 籌備小組 籌備小組 就先念可行性報告 跟籌備小組 對嘛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 是議會有作樣的決議 當然啦 很多決議 市府也不覺得 照張行事啦 那至少 我覺得這個東西 要好好想一想 這也不是說 你要跟你拗啦 是說要拿你的肉 多給你一個母親 你對很多年輕朋友 又更具有吸引力 不是嗎 好 時間暫停 市長有最後 幫你問一下問題 我相信選區議員都會問 文一文二要不要合併 我是主張合併 我個人 所以喔 教長說他要評估啦 像評估報告上 你看 不都白 沒有評估 你自己意願上 就希望能夠合併他 沒有啦 我都看過那個 其實這樣 因為派出所都沒有動 其實對地方 是一點 這很多齁 其他議員的總資訊 我也稍微看了一下 大概你的回答 是說他可以省五百多萬嗎 其實長期來講不只啦 還有一個是另外是 附證 附證 警證都可以合一 是比較方便 我覺得這樣啦 這有時候 這個地方的名義要稍微聽一下 這個如同我之前有要求 包括說 標限型的行道 跟這個收費格要不要畫 要不要收費 其實都應該有一套的標準 那一套標準完之後 應該要納入 地方的意見 這個地方意見 包括居民 包括里長 包括地方議員等等的 我覺得喔 其實我不要為了那個要 好像省五百多萬 硬幹這個事情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文藝文藝合併 有什麼好處 你說 不行啦 這個分局長 副分局長 這個好像省很多錢 但是我認為 對於地方來講 就是 就是不符合實際 你知道嗎 在我們文山區 的區公所 有兩個半次地方 因為便於大家 究竟嘛 其實喔 不是假的嗎 景美木渣 合併文山區 這個區公所 反而木渣 你景美還是要設一個啊 我倆要洽公 怎麼洽公 對不對 那不是多此一舉嗎 很多地方的一些 都告訴你要不要廢 那你一定要在 你這個任期廢掉嗎 這沒什麼 我看來沒什麼大得力嘛 那不是這樣 沒有 我覺得這就是 沒有想在想那個問題 一個國家的改革 都這麼困難 也不見得困難啦 因為該改則改 不該改不一定要改 你看 你那個行動派出所 你認為成功嗎 你武來武去不敢收招 還要收招 還要收招 你也收掉幾個派出所啊 其實我們派出所 其實應該還是 陸陸續續起來 還在整病 市長 我是這樣建議啦 我也核心建議 你這個安心放的 是不要動啦 你整體景致的部分 做一些完整的思考 再一起來做 你很多東西 都是有矛盾的嘛 行動派出所 然後廢掉派出所 那現在說 分區合併 派出所不減少 我還想要聽到一句 你講我意思嗎 沒有啦 之前你有行動派出所啊 行動派出所之後 你廢掉大同區的一些 派出所啊 要是把他說 兩個合併之後 派出所不廢 其實那個派出所 我看他當時不要偷 就是不要 其實派出所整病 那每一個派出所 差不多四十個人 是最有效率 我想那個基層的警察 是同意的 沒有啦 你想看看啦 我真的給你建議啦 曾經建議啦 我也代表地方的民意 我們不認為應該要合併啦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請那個 杜鵝局長 市長 市長 你要說那個西林國宅的事 市長 市長 有跟你報告過啦 這西林國宅的磁磚掉落 是好幾十年的事情了 因為在花寶時間 在花寶時間 好農民市長 花了2900萬 他只做了 華人南路這一邊 把那個磁磚把它 把它換成水泥沙漿 水泥沙漿 但是大部分的地方 還是沒有換成水泥沙漿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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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磚池漿掉落 而且 那一天 差一點扎到 攤販 載回回來的攤販 以前有地安全帽 不然直接又受傷了 又大空小空了 所以說我希望市長 一定要把西林市場 西林國宅改建 南上加南 南上加南 安置也是一個工作 醫生也是一個困難 所以說 在沒有改建之前 對不對 我相信喔 10年內也不會改建 很困難 真的非常困難 所以說 在未改建之前 可不可以把這些磁磚 剝落磁磚 天外飛來橫貨的磁磚 能夠把它換成像 那一側的 花火時間所做的水泥沙漿 減少傷亡 這條要開 這條 就算用二倍也可以 可以發 不然這真的是 不適合 就讓人家有磁磚 這樣撐到 就說國賠 我怕他們都說國賠 事情 好了 議員說 是 這個很危險 而且喔 那些鋼筋外露 補牆的作業 也要一併的施作啦 鋼筋外露啊 除了石磚 把它水泥沙漿 更換之後 再像這些補牆作業 一併處理好不好 那都是生活非常中低階層的市民居住的場所 謝謝劉議員 這個 屋嶺三十七年 當然還差十八年 所以現在改建是 不具有那個 那個急迫性 那我們估計 因為以往做了兩面 大概兩三千萬 三千萬多萬 那這次如果是 那另外那兩面 你不要說一次事實已經答應了 趕快去做啦 你不要急找柯文哲啦 那我去做 真的是 那就是喔 社會底層的人民 鑽裡 子豬不賣的國債齁 還每天擔心害怕回家 是不是會被那子豬K到 心理上的壓力很大 你知不知道 而且下面又是西林市場耶 請問議員你希望什麼時候做 我希望說明後年趕快做 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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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都預算 有備要求你今年 明年 明年度做 讓他們安心一下 嚇死 而且實質喔 磁磚 磁磚更換成水泥沙漿 而且那些鋼金外道的地方 要補強喔 結果有要補強喔 總共要多少 要算一算 會叫一億 一億 把那個磁磚打掉 沒有 我建議一個很大的建議 好建議 你說你今年的第二月 還沒花完 這有利己是危險 利己危險 來開開啦 可以嗎 可以啦 對啊 你利己危險 這有利己危險 這有利己危險 要不要我方向任何帶 知道嗎 我們先下去研究一下 如果真的有危機性的話 二倍金是有錢啦 但是要看它危機性 黃警長心裡有數啦 結構是沒問題啦 只是那個磁磚剝落會掉下來這樣 沒有我是覺得很好笑 發佈就要做那一邊 發佈就寧願 花那兩千九百萬去做 做那個利面的水泥沙漿 發佈過後 都不做了 任期磚掉落 那不對啊 發佈說可以做 為什麼現在不能做 只為了發佈 為了門面 不顧那些老百姓的居民的安全 不要這樣 今年二倍金可以處理嗎 趕快處理 我下去請那個杜發局 先去看它的危機性啦 還有估價要多少 先送上來 我們再跟議員討論看看 剛才喔 我發佈是在說的 我剛才叫長 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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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啊 他也知道要做啊 他是要做啊 很危險啊 所以說單單是這麼大筆 要你來做財賭啦 我們啊 錢有 冷氣那個 那個那個冰箱都可以買的 這個也可以做 不然你再交給兩位副市長主責嘛 好啦 我們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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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我們回去規劃 OK回去 今天你可以做就今天做啦 不然明天優先辦理好不好 好 蔡秉坤副市長還沒有接到你任何的指令 你可以請他來 好 細人狗仔嘛 OK OK 我們回去回去 好時間暫停 局長你要留著留著 這圖片可不可以放大 市長 市長 不好意思啦 齁 你看到這個圖片上面 黃色的部分就是綠色框下面 現在的維老條例裡面齁 你看看綠色框裡面的黃色米黃色部分 他是一塊肉框沒有任何建築物 但是呢 旁邊那一塊紅色的部分 是我們的老舊建築物 就是維碱老舊的公寓 那現在維老條例想要蓋 問題條例裡面綁住的就是 小不能並大 沒錯 我也支持 但是現在如果照這樣來講 這塊黃色的進來做維老可不可以 理論上是不可以 但是我現在要告訴你的 維老條例擔心的就是小病大 或者是小病大了以後 那個大的空地想要來結稅 其實我要告訴市長這個事情就是說 希望建管處去跟內政部反應 當這一塊紅色的納進來 他只要給紅色的這些維老條例獎勵就好 其他肉框不要給獎勵 這樣維老才有完整接鍋的意要 正好他說已經向內政部反應了 是 你說已經向內政部反應 等他整個全國通盤性的考量 他會回復我們 神哥你又在框我 我跟內政部的營建署署長也有聊過 但這個問題我們原本的用意就是怕小病大 對不對 但小病大我們現在沒有要小病大 我們現在是小的進來變成完整接鍋 才是我們真正要做的目的 那小病大我們小的地方給獎勵 大的不要給任何獎勵 我覺得這是公平的 不然的大的想要跟小的談的時候 小的就說我要幾瓶 我維老的條例獎勵多少 以照現行法規沒有任何的獎勵 那大的這塊根本不讓他蓋 我自己去做什麼 我給我本地去本地 這不公平啊 真的完整 我們都根是要完整接鍋 那維老何其要也要完整接鍋 所以我希望都發局重視這個問題啦 好 第七 今天第七組質詢時間到 散會